Hello 大家好,我是凱云文 didn't know why I'm going to 分享一下这台Sony Xperia 10 II 那这一支手机刚上市的时候 我就已经去实体店面直接玩过了 那我也在我的副频道 就是我的五剪辑频道上面 也拍了几支影片 当时我的评论是喇叭是最大的缺点 还好有耳机孔可以来弥补一下 相机功能普通 望远镜头不能录影 广角不能4K 这是我当时刚出来的时候做的评论 现在这支手机已经降了三分之一的价格 所以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到底谁适合买这一支Sony Xperia 10 II 萤幕有贴一层保护的 就是你可以把它撕下来 但是它的背面也是玻璃 但是它没有贴任何的保护 通常再烂的东西 它们都会再贴一层保护 就是跟萤幕这样子一样 但是这台手机没有 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 这支手机有一个非常非常厉害 就是不管便宜或者是贵的手机 它们没有的就是它的重量 这支手机只有151公克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轻巧 这种重量的手机真的是非常非常难找 现在动不动就超过200公克的手机 超多 那像这种151公克真的是 应该算是最厉害的轻巧手机 OK 所有盒子里面还有一本说明书 盒子里面还有附给你一条有线的耳机 一条USB Type-C的线 还有一个7.5W的并压器 因为我真的觉得它的重量是它有最大的卖点 真的拿在手上真的是非常的轻松耶 还有它的外形设计这么窄 所以拿起来真的是 哇超赞 这支Sony Xperia 10 Mark II 支援NFC 所以你可以轻松的付款啊 行动支付之类的 这支手机的盒子里面少了一项东西 就是通常其他手机都有了 就是SIM卡卡针 那这支手机的SIM卡卡槽呢 就直接可以用手把它拉出来 这支手机有支援双卡 但是如果你需要扩充记忆体的话 插上一张SD卡进去的话 你就少了一张SIM卡的空间 因为它不是独立三卡槽 这需要注意一下 这支手机预设的应用程式 真的是非常非常干净 它只有预载了Netflix 其他都没有 真的是超赞 影像品质选项有两个让你选 一个是原始 一个是标准 那我自己会用原始 就是原本影像长什么样 我就需要看到什么样子 我喜欢这样子 那如果你喜欢看到比较鲜艳的影像 你就开标准 就它会增强你的影像 让它看起来变鲜艳 这支手机的振动马达 我自己是不太喜欢 因为它 如果你一直连按 就是或者是你打字比较快的话 你那个振动马达会整个黏在一起 就没有一个一个按键分开的感觉 它会变成一枕头 然后一直在振动 就有点乱七八糟的振动马达 嗯 跟我当初的评论一模一样 就是它最大的缺点 应该就是它的单声道 这个很可怕的喇叭 就听起来 它有点想要做低音 但是低音又没有出来 然后高音 如果音量够大声 它也会爆掉 就变成 不是很好的喇叭 然后那 它的耳机真的是超赞 就是底噪很低 像我之前如果想要听比较好音质的音乐 我需要把音乐存到我的walkman里面 然后来听 但是现在 手机就可以办到了 就 不需要walkman了 这手机还有一个特色 就是它的音量调整的 集数非常非常的多 就是你可以非常小声 然后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 调到你适合的音量 不像有一些手机就是调大一格 然后就 哇 超大声 我觉得这手机的效能算是普通而已 如果它拿来玩游戏的话 如果开到最高画质 它就会开始有一点点的卡顿 就有点lag 但是这个OLED的萤幕 看起来真的是超棒 你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细节 颜色也非常非常漂亮 动态范围也非常非常的宽 反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棒的萤幕 看起来非常非常的享受 我非常喜欢Sony这个多功能模式 因为它的床宽比这么高 所以你看到的视窗就会多很多 而且它中间这个分层 就是你可以自由的去移动 有很多手机就只能定在中间 或者是上面在一格 但是它这里可以完全自由的移动 你可以调整到自己完美的大小 真的是超棒 这个功能真的是 Sony最厉害 这手机三镜头是真的三镜头 有标准镜头 有望远镜头 跟广角镜头 三个 但是它内建的APP 进入手动模式的话 它只能用标准镜头来拍照 所以我下载了另外第三方的软体 就是我最喜欢的Open Camera 这手机拍照没有办法拍摄RAW檔 它只能拍摄JPEG 所以后期你想要拉 或者是调整你的影像的空间 就会少了一些 这次手机拍影片的话 如果开启Open Camera 就会有一些优势 标准镜头最大的影像尺寸 就是3840x2160 就是标准的4K 望远镜头开启Open Camera之后 我们可以拍摄3264x1840 一个奇怪的窗宽比 广角镜头也是一样的 拍影片的格率呢 如果用内建的APP 只能拍摄30p 但是开启的Open Camera 我们的主镜头可以拍摄到60p 那广角跟望远一样还是30p 但是标准可以到60p 超棒 我们就直接来拍摄一些照片和影片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影像品质 三颗镜头我都用内建的APP来做拍摄 标准镜头的动态范围 影像细节跟光学品质都还算不错 望远镜头的动态范围就差了一些 高光爆炸阴影消失 影像细节跟光学品质也都还算不错 广角镜头的部分 动态范围也一样糟糕 高光爆炸阴影超黑 影像的细节也超级可怕 因为它的广角镜头是没有自动对焦 所以就是固定对焦 所以影像都超级模糊 光学品质也还蛮糟糕的 它的物件边缘都有紫边跟绿边的出现 接下来影片的部分 主镜头拍摄4K影片 动态范围影像细节全部都还不错 那至于望远跟广角镜头内建的APP 是没有办法拍摄影片的 所以我就用第三方的软体Open Camera来做拍摄 望远镜头的影片动态范围一样高光炸掉 阴影没有细节 让我也发现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杂讯 而且我们拍摄的时候是ISO50 就有这么多的杂讯 那难怪Sony没有想要把望远镜头 跟广角镜头内建到它的APP里面 广角镜头拍摄影片的动态范围也一样高光炸掉 阴影没有细节 杂讯很多 然后也没有自动对焦 所以整个影像都看起来非常非常的模糊 最后这支Sony Xperia 10 II 到底符合什么样的人来使用呢 第一个就是你不想要 携带一支很重的手机出门的人 这支手机151公克真的是超级赞 第二个就是手很小的人 这支手机非常非常的窄 非常适合手比较小的人来一手操作 第三个就是你想要一个漂亮的萤幕 这个OLED萤幕真的是超级漂亮 你日常使用一定会超级喜欢 OK 这我们今天是Sony Xperia 10 II的开箱分享影片 当然喜欢这个影片 按个赞 订阅我们频道可以看更多的相关影片 那这里有一个全部都是开箱影片的playlist 请注意一下 我的名字是KaiWo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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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